中共十八大议程进入第二天 今天各省代表团进行分组讨论 中共新一代的政治明星 分别在不同的代表团亮相 其中被视为洗礼之后 第六代可能的接班人 胡春华和孙震才 更是中外媒体焦点中的焦点 面对是否可能接班的问题 胡春华完全回避 至于对台湾的印象 他也答得很谨慎 只说希望内蒙古和台湾 能够多交流多了解 请看有点TV十八大采访团的报道 身边人蒙党提问 中外媒体全冲着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而来 问题都围绕在十八大后 胡春华的政治动向 是大家都把你看做 是第六大的领导人 感谢媒体对我的关注 但是大家都看到 我现在还是内蒙古的书记 内蒙古代表团团长 我在这里只回答 你们关于内蒙古的问题 接班问题 胡春华低调必谈 被问到两岸经贸 则是直接请团员代答 从来没到过台湾 胡春华的台湾印象还很模糊 您好我是UDN新闻台联合报系 台湾来的媒体请胡书记 谈谈对台湾的印象 未来有没有规划到台湾首走 我们对台湾不太了解 台湾对我们也不太了解 我觉得在加强交流的基础上 然后再加强个人力度的助手 今年50岁的胡春华 湖北五丰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 曾经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 第一书记 以及河北省省长 和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 被视为洗礼之后 第六代可能接班人 胡春华在内蒙自治区的领导风格 外界认为较为柔性 胡春华不愿被贴标签 媒体可能愿意跟某些做法 起一些标签 干硬的时候硬干硬的时候 没有说一定是柔性的 或者一定是刚性的 面对媒体提问 胡春华即便不想谈 也始终面带笑容 闪的也干脆 这位中共年轻一代的政治猩猩 让中外媒体留下深刻的印象 邮件TV18大采访团北京报道